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与万事万物合为一体欣赏自然 生命本身中的每一刻 都会是一件艺术品 一切众生的幸福与快乐 皆来自佛陀的法教 因此要研读经论密序 并听闻上师的开示 在吃饭时 尽量不要贪着美味 心信休息大车书中说 进餐时应当以思想而享用 于食物做不敬想 心中生起厌烦想 为利益腹内虫类而食想 身体做始向菩提果之大传想 不应以增长贪爱之心来享用饮食 通常 修行后将功德回向众生时 可按照普贤及文殊菩萨的方式来回向 以他们的知识及智慧来回向 便可积聚智慧资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心灵那扇窗 你将会发现 原来快乐与幸福 是一种感恩 祥和与宁静的心灵状态 平常心就是佛法 平常心也是保护自己身心的妙法 佛陀一再提到 修行上善知识的重要 这是为了使我们能有和正念 内心平静的人学习 菩萨给予饥渴者饮料 以使接受者熄灭情感的贪欲 学佛是心灵的净化 学佛是生命的解脱 学佛是福慧的圆满 学佛的目的就是要鼓舞自己 激发自心中光明的力量 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为什么不尽全力 与如何使意外事故 成为有益的功课上呢 因为那样 你便可把它们善为利用 转获为福 对东西发怒是无益的 因为它们毫不介意 任何一个法门 如果不能对质我直和四根本烦恼 就像是把斧头和树皮捆在一起 毫无意义 单单为一个众神 菩萨必须留在五间地狱数劫之久 但它们的慈悲不会动摇 它们也不会难过 它们会为了要得到五上正等正觉 而快乐的努力 这种勇气就是完美的宗教心 放下不是放弃 而是暂时停下脚步 放宽心 看看能不能打破原先的限制 重新领悟到真理 所谓人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修行 应该能塑造完美的人格 人容的生活态度 与一切不爱的智慧 慈悲是由理解而生的美丽花朵 如果你生气 请自觉吸气 自觉呼气 仔细审视眼前的情况 看看什么是你自己 和对方真实的忧苦 如此你将疏解开来 有人因为内心有问题 烦恼而出家 然而佛陀看到出家的大乐 而舍弃在家的享乐 选择出家 可使生命自在快乐 平常心就是活法 平常心就是活法 平常心也是保护自己身心的妙法 佛教在教义上强调两件事 即正知与修行 人间的一切事物 人间的一切事物 财富 名畏 爱恨 情仇 无一不适如露如电 刹那变灭 唯有不再执着 放下万元 远离虚妄 才能生活在 自立 自主 自由 自在的美好意境中 此生的一切活动 宛如波浪般 无尽起伏 无数的念头 每个都令我们 生起更多念头 增加更多的迷惑 与不满足 所以空性与慈悲 也就是智慧与善巧 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 鸟必须依赖两个翅膀 才能飞翔 缺疑不可 当下 就是此时此刻 也就是一心不乱 也就是平常心 也就是正念相续 也就是不跟着 五光十色的妄念走 只有现在 不沉溺过去 不幻想未来的心境 最美丽的花园 会使人不自觉地 轻轻散步 怕惊动花木 和花上的彩蝶 学佛 最重要是学大地的谦虚 学虚空的如幻 包容 人之伟大 是由心量大小而定 与其说人生像跳舞 不如说人生像摔脚 因为它需要我们 立定脚跟 准备迎接不可遇见的 每一次攻击 不要老是抱怨 啊 我的运气不好 竟遭遇到这样的事 你应该说 我好幸运 虽然遭遇到这样的事 我并未受伤 既未被现状所粉碎 对将来亦无恐惧 如果你想采密 就别打烦蜂窝 想与他人相处融洽 就必须与人为善 自己发光 不要等别人来抹光 宁静来自于内心 当我们的内心平静 我们就可以与 周遭的人和平相处 所以 一颗善良 平和的心 是最根本的 和平之道 莫轻视小善 以为不会受泡影 小水滴不断地落下 最后能灌满整个瓶子 所以聪明的人逐渐积极小善 而是使他整个人充满着福德 一个爱人者 必须找回赤子之心 去接近人心 去紧握 去关怀 去了解别人 修行要有耐性 要能甘于淡薄 乐于寂寞 把心带回家 意味透过完全专注的修行 让心安住于恒定的状态 不知道苦恼的真相 苦恼的原因 除去苦恼的境界 和消除苦恼的方法 就叫做无知 利他思想 经过时间的洗恋 便能转化成不凡的报复 提升心灵的羞耻 不讲粗恶的话 不伤所有的肿生 依照佛陀的告诫实行戒律 饮食有节制 在宁静的地方生活 专心致力高尚的觉知 这就是佛陀的教诲 在战场上征服百万雄师 远不如战胜自己 战胜自己的人 是最伟大的征服者 只要你能控制自心 身体和言语 都会依从而行 依戒而行 具足知识与智慧的人 就如手持火炬的引导者 当其他人 在黑暗中 跌跌撞撞而迷途时 无论环境有多闲恶 具备学识者 也能找到正确的道徒 所谓放下 并不是放下日常的正当工作 放下不是放弃 世间俗物若放在心上 心就不能亲近 遇到五欲就黏着了 若你不畏惧轮回的痛苦 也毫无出离心 你在修行 获得解脱上 不会成功 别人的过失容易发现 自己的过失 不易察觉 散布别人的过失 如同丢弃道骨一般容易 可是隐藏自己的缺点 却像赌徒隐藏晒子 那般的狡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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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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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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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